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水是生命之源 大家都离不开水 就像是鱼也没有办法离开水 喝水是生命体通过口腔摄入水分的方式 水主要被小肠吸收 用于补充细胞内液和细胞外液 参与人体各种生理活动 水是储蓄和合成人体营养的物质 和场地 血液中的各种营养物质 只能在水中化合 形成人体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 那么对我们来说 每天多喝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应该如何正确地喝水呢 不妨了解一下 一,喝水对人体的好处 一,解渴降暑 如果身处炎热的夏季 或者干燥的环境中 可使机体水的排出量增加 人体会出现燥热 肝渴等症状 此时需要适当喝一些温水 以补充机体内的水分 缓解口渴 尽量不要喝凉水冰水 可能会刺激胃肠道产生不适 二,解毒美容 因为饮用水可以促进体内毒素和垃圾的排放 对于改善皮肤质量有很好的效果 因此 平时应该喝适量的水 这样才可以起到很好的美容作用 此外 饮用水还可以提高人体免疫系统的活力 起到抵御细菌入侵的作用 因为饮用水有助于预防肾脏疾病 可以加快尿液的排泄 帮助肾脏及时地排出毒素 三,降低血液粘稠度 在睡觉之前可以适当地喝水 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 特别是出现血管病变的人 可能会伴随着血液粘稠的现象 如果可以在睡觉之前喝点水 往往可以吸湿血液 降低血液粘稠度 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 四,预防便秘 对于那些有便秘的人群来说 如果每天都能够喝水 这样就可以加快你的肠胃的蠕动 可以有效地清理你的肠道 对于治疗便秘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 而有便秘问题困扰的人 喝水时要尽量大口喝水 这样对于治疗便秘的效果才会更好 五,帮助消化 你吃进嘴里的食物 进牙齿咀嚼和唾液润湿之后 进行从食管到胃肠 完成消化并且被吸收的消化过程 这些环节都需要水分来参加 加速体液对营养成分的溶解 二,早上空腹喝水的人 比不吃早餐的人危害更大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早上空腹喝一杯温水 是健康 也是一个好的习惯 毕竟这也是许多养生专家所说的 但是随着人们的养生意识 好保健意识越来越强 对于空腹喝水逐渐有了疑惑了 人们会觉得 经过一晚上的休息调整之后 嘴巴里会滋生大量的细菌 并且有一股口臭味 早上起来没刷牙 直接喝水 那口腔当中的细菌就会进入到肠道之中 长此以往 有损肠胃的健康 肠胃作为消化吸收食物的重要器官 当肠胃功能出现问题后 人的消化能力也会受此影响 从而 使身体吸收营养物质的能力下降 但实际上 这个理解是完全错误的 有关专家发现 人的肠胃是具有自我清洁和代谢能力的 肠胃中所含的酶元素 能够及时地将身体中多余的细菌和毒素清除干净 换句话来说 如果是自体产生的细菌病毒进入肠胃之后 即使在胃刷牙的前提下肠胃依旧能够将细菌全部杀死 同样不会给身体带来较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 有关于空腹喝水对身体伤害大的说法完全无稽之谈 因此 早晨空腹喝水 对于健康不利的观点 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既然这样 那要说早晨空腹喝水的危害比不吃早餐的危害大 这无疑也是被夸大了 但实际上早上不吃早饭的危害也是很大的 不吃早饭的危害 一 胆结石 胆结石和胆汁淤脊 胆汁过度浓缩有关系 通过三餐规律的饮食方式可以促进胆汁的排泄 在胆汁分泌出来之后 能够进行食物的消化 很多人长时间不吃早饭 有可能会缺乏营养物质提供 出现胆汁淤积的情况 局部的结晶体大量的堆积 胆结石可能会形成 二 低血糖 如果不能在早餐时及时的补充 也进行高强度的工作或者运动增加消耗量 很容易诱发低血糖 进而出现乏力 心慌 虚悍等低血糖的典型症状 同时对于消化系统也是一种伤害 但偶尔一次不吃早饭一般 不会诱发低血糖 与个人的身体素质也是有直接关系的 三 精神不振 早饭与前一天晚饭 间隔时间多在十小时以上 胃处于空虚的状态 此时不吃或者少吃 会使人的血糖不断地下降 造成精神不振 反应迟钝 似为混乱 四 胃病 胃里的胃酸不论吃饭与否都会分泌 但如果没有食物可以消化 胃酸就会刺激胃黏膜 就会造成胃溃疡或者慢性胃炎 引发胃痛 反酸 哀气等不适症状 四 正确喝水指南请查收 一 水的温度 喝水时最佳的水温一般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即可 水温不能过烫也不能过于冰凉 过凉过烫都会对身体产生影响 因为喝凉水会使胃黏膜突然遇冷 从而是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 引起肠胃不适甚至是腹泻 过烫的水进入食道 以破坏食道黏膜 诱发食道癌 而且要注意保证一定的饮水量 每天都要喝水促进身体代谢 但是在睡觉之前不能大量的喝水 二 喝水量 一个健康的人每天至少要喝八杯水 也就是2.5升左右 这是一个大体的标准 如果运动量大或者天气炎热 饮水量要相应的增多 对于清晨起床后 喝200毫升的水对人体有益 每次喝水要适量 不宜太多或者太少 太多会加重肾负担 太少则不能满足机体的需要 三 喝水时间 喝水的最佳时间 包括晨起 三餐前30分钟左右 以及睡前半个小时 其他时间段都可以根据需求 进行饮水 喝水并没有固定的时间 只要有可觉的时候 就及时饮水 平时要注意身体对水的需求 在合适的时间 及时地补充水分 四 喝水速度 小口慢喝 少量多次 喝水 一定要记住 小口的一点一点地喝 尤其是运动过后 如果喝水速度太快太多 会导致头晕 恶心 呕吐 还有可能导致血压升高 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五 晨起后 这六种水 不要喝 凉水 冰水 中医认为 每天都是阴阳交替 不断循环的 早晨 正是阳气 生发 阳火出萌的阶段 凉水性寒 这个时候一杯凉水下肚 会导致人体内出生的水火机 出生的阳火被水锁伤 时间久了 不利于健康 所以只要晨起 最好不要喝凉水冰水 尤其不建议空腹喝 二 盐水 有人主张 早晨起来喝一杯淡盐水 我认为没有必要 现代人本身摄取的 那就够多了 身体不缺盐的情况下 清晨喝盐水 增加了每日盐的摄入 并且 润喉效果不足 反而会让人觉得口干 舌燥 晨起喝淡盐水的价值不大 此外 对于有高血压 惯心病等病食的人群 肾功能不好的人 需要控制 盐摄入量的患者 更不易饮用淡盐水 三 含糖饮料 比如 常见的汽水 可乐等碳酸饮料 含有大量的柠檬酸 在机体代谢过程中 会加速钙的排泄 长期饮用可能会导致 缺钙 最好别喝 部分饮料 有利尿的作用 清晨饮用 非但不能有效地补充机体 缺少的水分 还会增加机体 对水的需求 反而会造成体内缺水 四 鲜榨果汁 新鲜水果鲜榨属于 精细化加工 果肉过滤掉 水中的膳食纤维丢失 果汁就相当于一杯含有些许营养素的糖水 而且果汁中的果糖 葡萄糖等被释放出来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果汁不但不能够提供此刻身体最需要的水分 还会加重肠胃的负担 不利于身体健康 五 隔夜茶隔夜水 隔夜茶水指的是放置时间比较长的茶水 或者凉白开 冲泡好的茶水放置时间过长 里面有氨基酸 糖类等物质 容易滋生细菌 黴菌滋生 茶叶中的茶多酚 营养素等营养成分会发生氧化 营养价值大大折扣 所以啊 起床后 前一碗泡的茶不能再继续喝了 六 牛奶 牛奶不适宜作为晨起第一杯水 不建议空腹喝牛奶 是因为胃来不及消化 小肠来不及吸收 牛奶的营养价值不能很好地被吸收 而且还容易 导致肠胃脏气等反应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